欢迎来到旅游儿语频道 海洋公园是一个受欢迎的主题公园和水族馆 位于香港岛南侧 公园占地91.5公顷 拥有各种海洋动物、游乐设施和景点 以下是海洋公园的一些热门景点和活动 海洋公园水族馆 海洋公园水族馆是400多个不同物种的5000多只海洋动物的家园 游客可以看到各种海洋生物 包括鲨鱼、鱿鱼、海狮和海豚 还有互动展品 游客可以触摸一些动物并与之互动 惊险刺激的游乐设施 海洋公园以其刺激的游乐设施而闻名 包括Hairraiser过山车和Abyss Turbo Drop 游客还可以乘坐Mine Train、Dragon或Raging River 对于那些喜欢更轻松的体验的人 公园还提供缆车 可以欣赏公园和周边地区的壮丽景色 大熊猫栖息地 公园里有一对大熊猫 银银和乐乐 游客可以在栖息地近距离观察大熊猫 了解它们的行为和为保护该户种所做的保护工作 海洋哺乳动物展 海洋公园全天都有多长海洋哺乳动物表演 包括海豚表演、海事表演和海象表演 游客可以观看动物表演技巧并了解它们的行为和保护 惊险刺激的水上乐园 海洋公园的水上乐园是大热天纳凉的好去处 公园设有各种水滑梯、造浪池和其他水上景点 供各个年龄段的游客尽情游玩、教育展览 除了动物展览和游乐设施外 海洋公园还设有多个教育展览 向游客介绍保育工作 海洋生物学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总而言之 海洋公园拥有惊险刺激的游乐设施 海洋动物展览和教育展览 是适合各个年龄段游客的理想目的地 无论您是寻求刺激的人还是自然爱好者 海洋公园都能满足您的需求 所以如果您到访香港 一定要将海洋公园加入您的行程